祝贺 中国女排二连胜 加提前晋级奥运八强 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第二轮 中国女排VS东道主 法国女排 中国女排没有给东道主任何机会 直落三局获胜 斩获小组赛两连胜领跑A组 比分25比18 25比16和25比19 第一局中国女排双主攻朱婷和李盈盈 反击吕友剑术5比0开局 法国女排在主场观众呐喊声中 拼命反扑 双主攻卡绍特和罗塔尔连抓反击 追到4比6 李盈盈来到前排 打掉结合屡屡得手 加上对方自失送分 中国女排14比90跑 中国女排多点开花 朱婷强攻反击打受出界 袁新月加王元元拦网高效施压 中国女排20比12一记绝尘 局莫法国队拼命反扑 中国女排水来土掩 朱婷强攻夺局点 加袁新月快球锁定胜局 25比18先胜一局 第二局 中国女排成胜追击 公祥宇连抓反击 王元元加李盈盈双人拦网高效 又是5比0开局 中国女排并没有停下前进步伐 袁新月探头加左路 王元元封住对方主攻 卡绍特强攻 加右翼公祥宇 封死罗塔尔的强攻 中国女排12比5 15比7战线 法国观众拼命呐喊 助力法国队连追3分 但是中国女排调整攻 由朱婷下球 及时扑灭了法国队的火苗 李盈盈强攻一锤定音 中国女排25比16再下一城 第三局 法国队不得不辩阵 主攻启用巴赫加卡绍特组合 收到了一些效果 中国女排开局领先4分 但是法国队鲍尔的发球轮 导致中国女排卡伦 李盈盈处理球失误 吉奎尔反击得手 法国队追至6比7 不过中国女排快速回应 李盈盈两次强攻下球 加王元元拦网得利 中国女排10比6领先 此后法国队似乎找到了比赛手感 吉奎尔强攻屡有剑术 中国被判过网击球 法国队追成11平12平 关键时刻 法国队连续两次自施 12比14落后 中国女排抓住对手送出来的机会 龚翔宇发球持续高效 中国女排发球 带动篮房加反击 让法国队出现卡伦 中国女排17比13 23至19来到局末 朱婷强攻下球 24比19连续5个赛点 朱婷又是一记强攻 落地开花 25比19定格了比赛 大比分3比0 带走了比赛胜利 得分统计 中国4名攻守得分上双 主攻李盈盈 14分荣英得分王 副攻王圆圆贡献13分 主攻朱婷12分 接应龚翔宇10分 而法国队接应吉奎尔 拿下本方最高的10分 这一集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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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